謝謝李委員 接下來請吳施淮委員發言 由院長各位委員早安 我想疫情是我們所有立法委員最關心的 那麼今天本席首先要肯定這一段時間以來 第一線醫護人員以及防疫中心各級官員 還有國軍官兵投入救災的努力 以犧牲奉獻 但是不可諱言的 我們應該很清楚知道 還是有許多準備不周的地方 沒有完成配套就推出的政策 包含口罩之亂現在仍然在持續發燒 馬上開學在即 各級學校家長惶惶不安 中央與地方和學校之間是不是有完整配套 落實執行的政策都值得看慮 站在專業的立場 本席要提醒蔡政府以及國防部 現在我們已經知道 韓國新加坡 韓國新加坡解放軍都有軍人感染 那麼如果發生在國軍 現在台澎金馬有外島地區的坑道 海軍艦艇 海空軍的雷達站 這些都是屬於偏遠地區密閉空間 是不是有足夠的防護能力 以及自我需求的各種醫療設施 我相信國防部有相關的配套 但是夠不夠具體 所以我特別講這個 備州力強 如果沒有的話 一旦造成群聚感染 那就國軍的戰力產生下系 直接影響國家安全 所以我希望蔡政府以及國防部 針對這個部分 要做更具體可行計劃的規劃 第二點 如果發生社區傳播 現在美國的相關單位也提出呼籲了 國軍是不是準備好了 各種隔離營區 所需要的軟硬體設施 所需要整建的時間 需要的預算 是不是及早向行政院提出預算需求 這個不是一句話 三五分鐘可以解決的 因為我們知道疫情難以掌控 沒有哪一個政府可以說 什麼時間會截止 所以我用孫子兵法的一句話 物是敵之不來 事物有以待之 物是疫情不來 事物有以待之 請行政團隊做好周全的準備 防疫優先 備州力強 謝謝 謝謝 謝謝吳委員 接下來請請 岳毅蘭委員發言